烤锅 首先将颗粒大的坚果略切 所有的坚果 放入预热好的170度烤箱 烘烤10分钟 放凉备用 再来将巧克力隔水加热 溶解备用 好 果干切小块呢 可以放入一点 果汁 水 腹底呢是为了让果干变得柔软 所以分量不需要多 将果干放入食物处理机中 打到粘稠 放入香蕉 融化的黑巧克力 香草精 肉桂粉 盐 再搅打到香蕉全面 倒入容器中 再拌入剥成小块的消化饼干 和烤好的坚果 准备一张烘焙纸 将拌好的材料 卷成长形状 卷起来 并且往内压紧 左右两边多余的纸向上收紧 放入冰箱冷藏 至少4小时 冷藏好的沙拉米 质地变硬 可以直接的食用 或者呢 撒上糖粉 更像是风干的意式腊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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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